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句简单的说话 世界上心肠最硬、最固执的人也会软化 但有一点你必须要真诚 我们就以匪油卡邦来说 假如你受到遗传的影响 身体、性情、思想和卡邦完全相同 这样将一步假设你们身处的环境也相同 有它的经历 那你就会成为和它一样的人 而那些就是它沦为盗匪的真正原因 再比喻你不是一条响尾蛇 当然不是 而唯一的理由是 你的父母不是响尾蛇 再例如是 你不会和牛亲嘴 不将蛇奉约神明 唯一的原因是 你不是出生于 柏拉乎波达河岸的印度人 你之所以会成为你现在这样的样子 可以居知自傲的地方实在很少 而那个令你愤怒、固执不讲道理的人 他之所以会成为他那种人 他错过的地方同样也很少 但是 我们可以对那些生活不如意者 表示出怨色、怜悯甚至同情 当若汉阿见到街上一个摇摇晃晃的罪汉的时候 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如果不是上帝的人池 我也会走上他的道路 你明天遇到的人 其中可能有四分三都渴望得到同情 如果你出自真心 同情他们的处境 他们就会很喜欢你了 有一次在这做播音演讲 我讲起小妇人作者奥尔科特女士 我自然知道她是出生在马萨珠塞的康考特 而且在那里完成她的不老名作 但是我一夸口说 我曾去过新汉布尔集的康考特 拜访过她的家乡 假如我只是讲了一次纽海赛都算好 还可能得到原谅 但是拿命的就是 我讲了一次还不够 又要再讲多次 之后 呵呵 可想而知 信咸 电报不断飞过来 质问我 指责我 有些已经是侮辱 就像一群野牛那样 我已经无法抵抗了 其中有一位老太太 从小就生长在马萨珠塞的康考特 而当时她在费城 她听到我的播音后怒不可压 我见到她的信后 就跟自己说 感谢上帝啊 幸好我没有娶到这样的臭婆娘 我打算回信告诉她 尽管我不小心搞错了地名 但是她就连一些礼节性的常识都不说 当然 这是我所做到的最不客气的回击 我还想告诉她 我对她的印象是多么惡劣 但是我并没有按照我想的这样去做 我尽量克制自己 不让自己也跟着代入愚蠢 我不想变得愚蠢 和她们一般见识 所以我决定化解我们之间的憎恨 我对自己说 如果我是她 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我大概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我去费城的时候 打了个电话给这个老太太 当时的谈话内容 我还记得很清楚 在电话里我跟她说 霍尔太太 几个星期前 你写给我的信我看了 非常多谢你 电话那边是她柔和流利的声音 她问 你是哪位啊 对不起啊 我听不出啊 我说 对你而言 我是一个你非常陌生的人 我叫做戴尔卡内基 几个星期前 你听到我在电台的广播 指出一个无法宽恕的错误 那个做播音的人就是我了 是多么愚蠢 我为了这件事特意向你表示协议 你花时间写信给我 指证我的错误 好多谢你啊 听到我这样说 她在电话里连望说 卡内基先生啊 其实我都不对的 在信里面我过于粗鲁 向你发了脾气 都请你包涵啊 我坚持说 那是不是 不应该由你道歉的霍尔太太 应该道歉的是我啊 即使是个小学生 也不应该犯下这样的错误 那件事我已经在电台上更正过了 现在 一来对你写信给我表示感谢 二来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啊 她说 我生长在马萨珠塞的康考达 二百多年来 我的家庭在那里一直都有声望 我以我的家乡为榮 当我听你说奥尔科特女士 成为了新刊报集以周人的时候 我很难过啊 但是那封信也令我为自己的粗暴感到愧疚 我就说了 我愿意老实告诉你 你的难过不及我的十分一啊 我的错误 对于那个地方来说 并没有损伤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就有伤害了 好似你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是很难得地写信给电台播音员的 以后在我的演讲中 如果再发现错误的时候 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写信给我啊 他在电话里面说 你这种愿意接受人批评的态度 大家会愿意接近你 喜欢你的 我相信你是一个好人 我很愿意认识你啊 从这次电话来看 当我而站在他的角度 对他表示理解 而且道歉的时候 我得到了他的同情和理解 我对自己可以控制住的脾气 这一点感到很满意 以友善加换了对方所给的侮辱 这一点也令我感到满意 到他说喜欢我的时候 我得到了更多的快乐 身居白宫重要的人 差不多都会遇到人制关系的困扰 塔夫脱总统也不例外 他从经验中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 理解是消解恶感的灵约 他写了一本叫《伦理服务》的书 塔夫脱举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例子 看到他怎样令一位母亲 平息心中怒火的事 塔夫脱总统说 华盛顿的一位太太 她丈夫是政界的要员 她缠绕了我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要我帮她儿子找一个职位 她还拜托几位参议员 陪她来到我这里 为了帮她儿子职位的事 说好话 但那个职位需要的是一名技术人才 我根据主管部门的推荐 委派了另一个人 没多久 我接到那位母亲的来信 在信中 她指责我 忘记了私与别人恩惠 因为我的拒绝 而令她成为一个不愉快的太太 言下之意 我的举手之劳 就会令她快乐和高兴 但我却不肯这样做 她有提到 她曾经如何规劝她的那个州的代表们 支持我提出的一项重要法案 但我对她却如此忘恩负疑 或者当你接到一封这样的信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考虑 如何用严正的操词 去对付一位老妄的女人 接着 或者就是动笔写信 但是 如果你是一个冷静有脑的人 你会将这封信 放在柜桶里面 两三日之后再把它拿出来 好似这一类信 迟几日记出 也不会有什么恶劣的影响 但是 当你之后拿出这封信的时候 你不会将她投入油箱 这就是我所采取的办法 之后 我平心静气地坐下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客气地告诉她 我可以理解 一个做母亲的遇到这一种事 是人都会感到极大的失望 但是 我坦诚地告诉她 这样的一个职位 需要一个适合的技术人才 并非可以由我个人的好户来决定 所以我接受了那个主管部门的推荐 我表示希望她的儿子 继续在她原来的工作崗位上 努力工作 以期望将来有所成就 那封信令她安静下来 她也回了一封短信 对她上次的信表示遗憾 但是我所委任的那个人 短期内都未可以来上班 这样过了几天 我又接到一封 署名是她丈夫的信 信上的笔迹 和过去的两封完全一模一样 这封信告诉我 说她太太因为这件事 幻想了精神衰弱症 饿床不起 胃已经长了个瘤了 为了恢复她妻子的健康 她请求我 可不可以将已经委任的 那个人的名字 换上她儿子的性命 以恢复她妻子的健康 我回复了一封信给她丈夫 我希望她太太的病是属于误诊 而对她所遇到的情形 我表示理解 但是要撤回 几乎是不可能的 几天后 那个人正式接任 几天后 我在白宫举行音乐会 最先到场 向我和夫人致敬的 就是这对夫妇了 喬医师诺里莎 是密苏里州 姓路易斯的一位钢琴老师 他讲述了她 是如何和她的学生 发生磨擦的故事 她的女学生巴比 手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 对于想弹好钢琴的人来说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我明白她的长指甲 对于弹钢琴的坏处 但是在上课之前 我绝口不提这件事 因为我怕 因此她会上课分心 而且我还知道 她为了她的指甲 花费了无数的心思 而且以此为荣 上完第一次课之后 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我跟她说 巴比 你的手和指甲都十分迷人 但是如果要弹好钢琴 就应该把指甲剪得短一点 这样一来 你就会觉得 弹好钢琴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你不妨想想 可以吗 她对我做了一个鬼念 一个星期之后 巴比再来上课的时候 我非常吃惊 她的指甲剪短了 我立刻对她大家赞扬 说她是为艺术做了牺牲 我还向她的母亲 表示感谢 她母亲告诉我 这个是巴比自己的决定 是诺里莎夫人客侵巴比? 她告诉对方 自己不愿意教一个 留指甲的学生? 没有 她说的只是说 她的指甲很漂亮 但为了艺术 有时候必须作出牺牲 她的意思是 我对你的长指甲 表示出同情 但只有付出代价 才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伍勒是美国第一位音乐会经理人 她差不多有20年的经验 接触过像加利斌 邓肯 潘洛夫等 举世文明的艺术家 她告诉我 为了要应付那些性格特殊的音乐家 令她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教训 必须要同情她们 对她们可笑、古怪的脾气 必须要深深地理解和同情 有三年的时间 伍勒担任世界低音歌王 加利斌的经理人 最令伍勒双脑筋的是 加利斌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她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用伍勒的说话来说 就是各方面都很糟糕 假如晚间有音乐会的话 加利斌会在当日中午 打电话给伍勒说 我觉得很不舒服 喉咙很沙 晚上不可以上台了 伍勒听到她这样说 马上就跟她争辩 才不是 伍勒不会这样做的 她太明白了 做艺术家的经理人 绝对不可以 那么直接简单地处理事情 所以她会立即去到 加利斌住的酒店 十分理解地安慰她说 可怜的加利斌 是多么不幸 当然 你是不可以再唱的了 我马上去通知他们 取消今晚的节目 你损失的只是两三千美金 不过 和你的名誉相比 不算是什么 真的 加利斌听了伍勒的这番话 画着感触的心情叹色话 你等着再来吧 下午五点钟 看看到时我的情形是怎样 到了五点钟 伍勒先生再去到加利斌的酒店 他坚持要帮加利斌取消节目 但是加利斌又这样说 你晚点再来吧 到那时或者我会好些了 到了七点半 这位低音歌王终于松口 答应上台演出 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 伍勒先生去到台上 向听众报告说 加利斌因为患重感冒 声音不好 伍勒当然会答应 因为这样加利斌才会上台 开词博士在他的教育心理学里 是这样写的 追求同情是人类普遍的行为 孩子们会急切地显示他受伤的地方 有些甚至故意自己割伤、隆伤 以博得大人们的同情 成人亦会是这样 他们会趁着机会 向人显示他们的伤痛之处 讲他们的意外事故、疾病 尤其是手术之后的经过 实际上 致连是一种天性 所以你要获得别人对你的同意 第九条规则就是 同情他人的意念和欲望 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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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